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值班尹老师 谢宜芳老师 宜芳好 好 同学代表欢迎五年九班黄素晴 素晴好 大家好 欢迎六年一班如有志 宜芳好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我们来看健康报告栏 好 我们看今天的同学会在台中要举办演讲签书会了 时间在八月九号下午的一点半 在台中日月迁徙酒店 主讲者是潘文宗老师要讲的是 让癌症不再是绝症 要跟大家谈的是免疫治疗哦 欢迎大家免费自由入场 对 谈到了癌症呢 其实大家都有点怕怕的 那尤其是大肠癌 因为是这个 已经连续六年发生率第一名了 对 每次都是它这个发生率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这个癌症跟饮食有关 那偏偏因为我们饮食西化的关系 所以常常这个癌症发生的人数 每年都是最高的 对 真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对付它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要改 然后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专科的医师 来教我们这个大肠癌 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肠跟小肠 好不好 来 我们来看看 小肠有将近六公尺 那大肠只有1.5公尺 那怎么做怪的是它不是它呢 来 小肠的口径大约四公分 是 我们平常吃那个猪小肠 好像没那么宽 四公分很宽 是把它撑大来是怎么样 猪小肠大概只有一公分 对 猪小肠大概只有一公分 就透掉旁边的壁折还是那样的 这是不是中间人的差距呢 这个卫医师是这样子吗 其实看起来应该它再更小一点点 四公分其实是有点大了一些 一般都是有疾病的时候 它才会变得那么长大 所以四公分也有疾病了 其实严格在我们开刀的时候看 大概都是两三公分 两三公分 嚇我一跳我讲这四公分 那不是像大肠一样的吗 对啊 然后大肠这边是六公分 六公分也蛮大了 不管怎么样大肠小肠很容易分 其实很容易分 那但是这个大肠当中很特别 大约有100兆个细菌在那里面 是 所以是不是细菌在作怪 对 当然是细菌在作怪 好多细菌都在我们肚子里面 当然好的是益生菌 但我们希望它多一点 但是坏的菌我看也不少 100兆个里面总有个几 多少都有%数是坏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益生菌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请这个魏医师来 带我们看一下 究竟这个大小肠的分布位置是怎么样 以及为什么我们常常都讲大肠癌 大肠直肠癌 没有小肠癌呢 小肠不会长癌吗 还是有但是很少 小肠会长癌 但是很少很少 为什么 我们以国内最新的资料了解到说 我们有14000例的大肠癌 在民国100年的资料 但是小肠癌大概只有300多人 300多人 300多人 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么巨大的差别 原因在于说它的内容物会有差 第一个 在小肠里面的东西是比较液态的 所以它里面就比较稀释 所以它对肠道的刺激比较少 到了大肠之后变成固态 它那个刺激浓度比较高 刺激比较多 这是第一个 是这样的 第二个是它的蠕动时间 在小肠里面的速度比较快 大肠里面比较慢 快 对接触的问题 再来就是细菌刚刚提到了 安德提到说细菌的数目不一样 那大肠里面的细菌非常的多 所以当然它会 小肠相对少 因为它流速非常快 我们有道是所谓流水不服 流水不服 动得很快就比较不快 流水不服 那再来大肠里面 它小肠里面本身的这个IGG IGA这些免疫系统是比较多的 所以它对于癌症的产生 比较具有防御力 我本来还以为是小肠的消化液比较猛 都把那个 杀掉了这样吗 是这样子吧 应该是速度快 速度快 那为什么还是有300多人 得了小肠癌 是什么原因呢 这部分的真正成因 还有在去探讨 毕竟在我们环境当中 并不是只有吃了东西 还有我们先天的一些条件 那当然同样的条件之下 每个人的与生俱来的 天分不一样 有的人的基因 比较能够抵抗外面的这个问题 有的人比较不行 小肠癌是不是更难发现 一般它很难发现 因为不容易产生症状 也不是血烟 不太容易阻塞 然后也不太看到出血的问题 所以常常来的时候都是比较痛 通常都是痛 我们检查也没有办法到那边 现在我们的 我们有胃镜跟大肠镜 胃镜一般就是到十二指肠最多 那么大肠镜常来到小肠的末端 可是进到很里面其实很困难 所以发现会比较严重对不对 对 比较容易晚发现 对 那发现的通常会怎样 是经过期了吗 常见的症状都是疼痛 或者是摸到东西 肚子那疼痛 对 或者是摸到东西 有少部分情况是 它影响到血管 然后大量的出血 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会让我们一直去寻找 那再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 才会去发现到说可能是小肠癌 好特别 今天这个因为张科医师来 就了解到有小肠癌 对 而且小肠癌原来这么难发现 那小肠癌也跟饮食有关吗 理论上还是有关的 因为他们的成分是一样 都是腺癌 跟后来我们等一下会谈大肠癌的部分 它都是腺癌 所以应该跟这个有关 好 来 问同学一个问题好不好 如果我们长期坐着不动 就是小运动的人 长期坐着 容易得到大肠癌是真的吗 对还是不对 坐着不动 坐着不动 长期坐着不动 会不会比较容易得大肠癌 好 两个同学意见不一样 来 有志 你会不会 因为刚才医师讲得很清楚 这应该跟饮食比较有关系 应该坐过应该不太有关系 我觉得应该跟吃进去的东西 吃进去的东西 跟姿势 应该不会吧 对啊 坐着就是吃进去之后就一直 没有 就是你坐着多 但是如果你吃得很健康 可能也不会吧 是不是啊 有志是这个意思 来 肃清不同意 因为刚才医生讲一个重点 小肠跟大肠 为什么小肠比较少 流水不服 坐着你就等于没有流动 你是不是 你的大肠就没有很认真在动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之前有一个国内的健检诊所 曾经去分析他们那个 大肠息肉的检查结果 就发现这一群人 普遍有共同的特色 第一个 喝水喝得很少 第二个 运动运动得很少 所以我觉得酒做一定有关系 不动 好 所以那难道这个动不动 也是跟这个大肠癌有关吗 来 我们请三位专家 帮我们举一下圈插牌 来 长期坐着不动的人 容易得大肠癌是真的吗 都是圈 真的耶 我话还没讲完 这圈都跑出来了 潘老师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是圈呢 当然有志好像讲的 也不会有道理 就是说好像跟饮食习惯 比较有关 那这个真的也有关是不是 他是这样的 这个癌症的得到都是多因素的 他不是单一因素 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他讲说 这样做一定得 这样做一定得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但是我们可以讲说 你做这个可能得到几率很高 做这个可能做这个得到几率很高 所以那像这种的推论 就叫做危险因子 你危险因子越多 你得到的就越多 那有危险因子里面 当然罗友是刚刚讲的 饮食是其中一个危险因子 如果饮食不正确的话 可以让大肠脂肠癌 几率真刀 这对的 但是运动也是 那第一个理由是怎么样呢 因为你坐着不动 肥胖 对不对 那你知道吗 大肠脂肠癌的危险因子 就有肥胖 真的啊 对对对 所以这第一个 那在研究的部分 你可以看 在这个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 有调查 他怎么调查 就是说男性运动量越多的 得到大肠癌的风险 有越下降的趋势 而且呢运动量最大 跟最小的一组相比呢 差距可以到三十一个 就很多了 这算算不少 三分之一了 三分之一了 那么第二个研究是在美国 华盛顿大学跟哈佛大学 做的研究报告 说每周运动四小时以上的女性呢 跟少于一小时的女性做比较呢 他可以降低 四十%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另外当然也有人做 这是有关这大肠脂肠癌 但也有人做息肉 息肉的 对待会我们锁定我们的节目 我们待会会讲到息肉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息肉的类型 那么其中有一个息肉的类型呢 那么他呢得到之后呢 慢慢慢慢就会演变成癌症的机会 所以因此如果你能够降低 这一种类型的息肉 当然也同样可以降低自然的机会 所以在这边也看到 这边有一则的研究在美国看到 就是说不同种族近千人的研究呢 运动也可以降低大肠息肉的发生力 所以总的来讲呢 从这边讲是说呢 并没有说一定得到 容易 他是容易 容易所以一定就是对 如果你写一定 我就会差 或不一定 对不一定 有这个几率存在了 换句话说不只 我们要克服大肠癌 不只要这个 不只是饮食的问题 还有运动的问题 所以换句话说 很多的疾病都是综合原因造成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因子要克服 别的因子也要注意 千万不要当植物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也要起来动一动 可能 这个因子真的是降低不少 我们再来细细看 真的也有研究 长期久坐恐怕会离高 提高罹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们请逸师来把我们解释一下 这里有实际的数字 到底会提高多少呢 其实第一个我故意放这个图在这边 就是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 从过去的农业工业慢慢地就来到了这个电脑桌前面 对耶 那我们跟他又回到原来 原来的意思是差不多 面对的东西不一样 对 真的耶 但是呢 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一般的家庭主妇 他的活动量当成一 那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他们罹患癌症风险来当做一个基本参考点的话 那我们会看到说完全坐在电脑桌前面的这种生活 比如说电脑工程师这类型的 那他的风险率就会上升到两倍以上 两倍以上 这个是100的话 他是207 对 207 一倍 那就是2.07 运动量越来越高的这个工作的话 他的离癌率就会越来越的下降 对 这边是零点几 零点几 秘书的 电脑工程师 办公桌的 时间越久的 离癌的风险越高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西澳的一个研究 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他发表在民国100年的一个杂志上 所以如果我们的从事的工作 因为也没办法 要养家活口 从事的工作如果越静态 那么依照比例罹患大产癌的几率可能会 相对会高 那个劳动派的要相对来高 那我们就要自己找时间做运动 应该要多做运动 或者是偶尔要离开一下椅子 去八卦一下这样子 可能还好一点 倒杯水 喝酒 真的倒杯水 喝杯茶 起来动一动是好的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是蛮实证的经验 那另外刚刚潘老师有讲到 大肠洗肉 洗肉其实跟这个大肠 还是很有大的关系的 那洗肉有分门别类吗 是 其实只要在大肠镜之下 或内视镜之下 看到肠道粘膜 有稍微凸起的这种表征 就像这样子 一个小小凸起的表征 这就是啊 都可以称为息肉 对 都可以称为息肉 但是息肉如果拿掉之后 在显微镜下去分析它的时候 会有至少三种形态 来做一个区别 哪三种 那一个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 叫做真生性的息肉 这种息肉本身跟癌症目前的了解 是不相关的 没关系 它只是多长出来而已 然后它容易发生在乙状结肠或直肠 乙状结肠在哪里 乙状结肠通常是我们的左边 左边的肚子 我们来看一下图好了 我们的健康教育已经还给老师 有一点时间 在这个区块 这里是乙状结肠 这边是乙状结肠 那直肠是指最后面这一段 最后面这一段 直到肛门口这一段 生结肠 横结肠 降结肠 乙状结肠 知道 复习回来 知道 所以乙状结肠的部分 国中时候的健康教育 所以真生性息肉 是不是比较像我们年纪大的皮肤 会有一些微章建筑 那个一样吗 或者脖子上 不完全一样 它事实上研究了解到的东西是说 它这个细胞本身反而生长得慢 所以它剥落的就慢 所以它堆叠起来 是不是像鼻腔的那种乙肉 像本次也不一样 因为我也有鼻子的乙肉 它常常会容易触碰敏感 打分体什么类的 初期的东西都叫乙肉 我们刚才在腔中 但是要看它里面的内容物到底是什么 所以可能是长得慢 堆积起来的 堆积起来的东西 不是长得快 不是长得快 那为什么真的大部分是中老年人 好像乙肉比较多呢 还是这个乙肉 真正乙肉跟年纪没关 这个跟年纪没有关 跟年纪无关 跟饮食有关 大小比较小 大概0.2到0.5公分左右 那真的很小 而且长得慢 就是一个调肌那样子的大小 大小小颗这样子 好 那第二个是腺瘤 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吧 腺瘤就是所谓的腺性乙肉 那刚刚潘教授已经提到了 我们现在的肠癌 基本上都是走所谓 绝大部分的了解 都是走所谓的腺瘤到腺癌 是这样子的一个序列 所以腺瘤我们常常可以把它 视同是癌症的前身 只是不同形态之下 它的比率不一样 它的风险度不一样 那细分下来看 从它结构上来看 会有三种情况 一个是管状线的 一个是绒毛状线的 那另外一种是两种都有存在 就过去的研究上了解是 第一个绒毛的比率越多的 它产生癌症的风险越高 真的 我们来看绒毛的就是这样的 它讲的就是比较怪了 而且它比较大 你会发现它比较大颗 真的 它比较大颗 这个如果我们做大肠镜 应该一下就看出来了吧 它跟它的不一样 其实做大肠镜 当然每一个医生都很乐意 去帮每一个病患 找到应该有的病灶 可是还要看到病人 本身的这个肠道准备 因为有的病患本身 它有时候准备的不足 什么叫准备 因为我们在做大肠镜前 必须先喝一些泄药 然后多喝水 就清得没干净 没清干净 所以有一些粪便残渣或粪水 它有时候会遮掩住一部分东西 有时候间接会造成诊断上的困难 那通常像这个绒毛性腺瘤 大概多大 刚才看那个增生性一点点 它的大小没有绝对 不是说一定是大的 就一定是绒毛型的 是 不一定 我们所谓绒毛型指的是说 在显微镜下去看它的细微的结构 它的细微结构 结果之后的结构 是像绒毛这样 比较像绒毛状的样 了解 那大小当然这样子的这种细肉 这种线性细肉 是比较有能力越长越大 那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 长得越大的 当然它当中潜藏癌细胞的机会也越高 所以我们都会鼓励民众尽可能将这些细肉 都把它移除掉 所以看到了腺瘤 比如说看到绒毛状腺瘤 它可能还不是矮 对不对 再把它剪掉 对 对不对 在大成镜时就要把它处理掉 了解 所以它还不是矮 但是也有部分的几率会转变成为 它有机会跑过去 了解 不过它基本上已经长得有一点怪怪了 对不对 怪怪了 好 来 这个叫做发炎性细肉 又是什么 发炎性细肉其实又称为尾细肉 夹细肉 其实反过来看 它事实上是周遭的构造往下陷 间接凸显它的膏体 这样子 就像风化一样的地形 对 所以事实上它的底座是因为它有一些发炎的反应存在 而间接产生凸起的部分 好像看起来像个细肉一样 那这样的东西其实就跟肠癌是无关的 只是你会看到 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来看 它的图像上看起来会让临床医生也会觉得非常的可怕 对 发炎好像蛮严重的 而且也不容易发生 有时候也不容易去区别 对 所以我们通常看到这样子的构造的时候 还是会取样 请我们病理科的同仁 再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来确定这样的一个症状 这个不能切了吧 这个已经变成了 像这样子的太严重了 大概就没有办法去切 这是第一个 但是它也还不是癌症 对 因为它也不会变癌 所以不见得 它是发炎 所以它不见得要把它每一个都拿掉 只是说它去取样 那这可以医好吧 如果它基本的这个发炎性疾病 能够得到良好控制的时候 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日的改善 好 所以现在知道了 这有增生性息肉 腺瘤还有发炎性息肉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呢 那就是说我们听到说 医师在帮我们做大肠镜的时候 有时候会说 你有息肉 你肚子里面有息肉什么的 听到也不要太紧张 对不对 有的是跟癌症有关 有的不一定有关 像我去做大肠镜的时候 就有几个增生性息肉 是我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说 有两小颗 所以医生已经把它剪掉了 已经剪掉了 对 那好 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其实不用太担心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有息肉呢 总是希望能够问一下 专科医师的意见 究竟是怎么样 还是比较好的 好 来 谢谢医师 来 我们来请问一个同学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这个大肠 毕竟跟我们的便便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如果我们大便便细 就变成吸水状 同时呢 也常放臭屁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要小心 有可能是大肠癌的征兆呢 放臭屁跟便便细 突然变很臭 对 有可能 不一定 好 究竟我们大家所担心的 回头一看 这便便怎么变细了 太一样了 或者是 对 突然 怎么最近好像臭屁不断 那这样子跟大肠癌有关吗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 五期健康同学会 大家很担心 大便便细了 像吸水状这样子 或是最近常常放臭屁 两个都连在一起了 是不是小心 会有大肠癌的几率发生呢 两位同学意见不一样的 来 有志认为有可能 我觉得只要异常 都应该会是因子之一吧 我是这样子去判断一个事情 像我自己身体 如果我哪边怪怪的 我觉得是不是感冒了 如果今天胃癌 是不是快要感冒了前兆 大便本来都是这样 对 然后以前古代 突然最近都变细 对 古代还有那种 长份担心 有没有 就是 你看 就是那个 他妈妈得了一个不治之症 他长他的 如果是甜的 就比较放心一点 如果是苦的 就会担心一点 就是大便有可能 影响人的那个身体 没错 像我们养小孩的时候 小朋友便便都要看 对对对 而且小孩的便便颜色 好像跟我们大人都不太 不一样 对 都是绿绿的 或者什么某些颜色 还有那种书专门是便便级 我们还要对照那个小朋友颜色 要分辨哦 大便卡 对 大便卡要看一下 因为怕他有那个胆囊 那同样的 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身体 我们也要看我们便便颜色 但肃清认为不一定 确认是因为我印象中写过一个个案 她是一个五十几岁的女生 然后她好像一开始也是觉得说 她真正意识到有问题的时候 就是她一直觉得说 别人都说你这屁怎么这么臭 而且她一直放那种连环屁 一次就一直放 然后很臭很臭很臭 终于受不了 然后去看 结果最后竟然检查出来是大肠癌 所以我想或许每个人症状都有特别 所以可能有这样的案例 所以表示有可能 可是应该不会是都是因为我周围有很多 有很多人 屁很臭 臭屁跟 那应该是说臭屁啦 臭屁啦 有很多支持自由的人士 在那边自由的放屁是不是 了解了 好 但是他们又不像有大肠癌 了解了 好 实证经验 蛮辛苦的 改天我们要去自由逛一下 戴口罩 好 好 来 三分之后帮我们举下盘 大便便细了 肠放臭屁 小心大肠癌 都不一定 看来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安全的回答 好 来 请这个卫医师来告诉我们 如果大便便细 或者是肠放屁 像刚肃清 好像真的有这样的个案 但是是不是我们不用太担心 案子没那么多 但是有可能 单纯指这个排气的味道比较重 这样的情况下 确实不用过度担心 因为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例如说我们吃进来的东西 吃进来的东西当然会产生这些气体 气味 当然有可能会造成比较 大家不喜欢的味道 另外就是水分的摄取 然后我们肠道里面的细菌的 这些比率的多寡 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排气出来的味道 比较不好闻 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不能说 它一定都是罹患肠癌 但是刚才前面那个题目 我们问的是说 它还有这个变细 变成细一样的 这个部分反倒是让我们会觉得 比较担心的部分 因为通常在肠道里面 产生癌症的时候 那个地方的弹性会变差 管腔变小 所以只有细细小小的变 才比较过得来 就不是说我们刚刚那是六公分 它就是脊椎变小了 而且平常我们大肠会有弹性 它会伸缩的 但是离癌的地方 它会变得很硬 那个地方没有弹性 是硬的 它会变得硬硬的 没有弹性 所以分辨如果太粗的时候 它过不来 经过那里就变细了 非要变细 它才过得来 那我们常常要去看大便 到底多细我们要注意呢 当然 是像铅笔这样吗 我常常问病患的是说 改变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由粗变细 渐进式的改变 如果是 那当然要很小 是一次还是好几天 连续的 就是连续好几天 连续好几天 而且它需要时间来观察 譬如说这两三个月当中 你看起来本来 本来说五六公分 不是那一次便便 前面出后面戏 单一次不准 因为我们 那也受到我们 饮食的成分去影响 好 来 那我们这边有很多 这个便便的颜色 大概不用担心 这都是黏土 来 我们请卫医师来带我们看一下 那观众朋友 也仔细回想一下 或者是 那现在不行了 来不及了 等一下 观察一下你的便便 等一下广告时候看一下 如果你的颜色 有接近这些颜色的话 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正常的是什么颜色呢 正常的便 其实像这样的黄色 甚至很淡 这个是正常 土黄是正常的 土黄正常 甚至很淡的时候 再淡一点的黄 因为这个颜色 当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点点误差 这太鲜艳了 太鲜艳了 但是有时候会比较淡的颜色 了解 就是比这个还再淡一些的 也是OK的 像明黄色那一种 对 然后另外就是像墨绿色 像这个 墨绿色 因为其实我们在 小肠当中的液体 如果存留的时间较长 我们小肠当中的细菌 会把我们胆 然后分泌下来的胆汁 转换成比较墨绿色的东西 所以它排出来的便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颜色 所以我们大出来 绿色的便 也不至于太担心 像芥末绿那种 不是这么绿 可能要更暗 比芥末绿还是比较亮 我们比较暗绿色 深色的叶子那样子 对 甚至花颗那种蔬菜的颜色 对 更深绿色 更深绿色 更深绿色的菜 对 其实我们临床上 若是重症病人 通常它的变性都会比较深绿色 重症病人 我还有一个经验 那个变变的变绿色 是前一晚我喝不少的红酒的时候 第二天好像变得绿 墨绿 绿色的 真的啊 是不是吃出来红色啊 不是红色 不是酒红色 绿色 那个可能是 你是不是有胆知力 酒精本身去刺激到肠道的 对 你可能有胆知力流的问题 所以它就流得很快 所以它就很快就流下来了 所以它还没有 温医师那我问你 为什么小朋友的变变 大部分都是绿色的 这个是因为小朋友 为什么 因为母乳里面还有寡糖 那寡糖的话 它其实会让肠道里面 一些好菌生长 所以它是绿色 那是正常的 可是大人绿色 那就比较诡异的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看 真的重症病人 一旦绿色 其实我们都有点紧张 绿色最好还是这样防防 你要说那个有个成语 一些小孩子中 día 罵罵罵好 上面戏绿色的变变 反而就不对 那个是 可是他们如果说 我们 lleg cardi 就大家 payroll 我们小孩子喂养过程当中 有些是母奶 有些是嬴儿配方奶粉 通常嬴儿配方奶粉 它的变性是比较黄色 但是母乳会比较绿色 为什麽 是因为母乳里面罵 比较多的寡糖 所以其实是酸性比较酸 所以她会那个 绿色是不用担心 所以小孩子 变其实跟大人变 颜色基本上 是会有点差 有時候我們還要留小孩便 給醫生看 是 有 有 也留過 這個我都幾乎快忘記了 我剛經歷過 有時候跑醫院有沒有 對 我剛經歷過還留著 那如果是黑色的呢 我們吃了一些寒木炭的東西 黑色的東西 我們比較關心的是胃 胃跟十二指腸 當它發炎跟潰瘍的時候 它有些出血 然後經過一段時間這樣留下來 它的便的顏色就比較是 所以如果我們大出黑色的便 又回想說好像沒吃墨魚 飲食上面沒有什麼 沒什麼特別的話 那也要注意 其實可以去看看腸胃科的醫師 甚至必要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胃鏡的檢查 去彌清看看是不是有 有胃潰癢 我叫Talys Do 對 它有時候可能是 我們有時候我們試到鐵劑 也會變這個顏色 所以大家不用那麼擔心 是 所以這個顏色要注意 好 瞭解 紅色當然就會很小心 因為雪變嘛 雪變大家就會比較關心說 當然成因很多 那當然如果說做成像這樣子成形 太紅了 那可能 太紅了 就要很小心是上面來的 那如果說這個解變的過程當中 是像水一樣滴滴答答下來 從肛門口滴滴答答下來 那或許是根本來自於肛門口痔瘡 痔瘡 所造成的出血 肛門口的痔瘡 那可以分辨 白色的部分 白色的部分其實大概就 通常都有問題 因為一定是膽子下火 一定是膽子下火 而且通常不是白 就是像灰色 灰灰的顏色 那如果是有大腸癌的嫌疑的話 是不是大腸癌是要這樣細嗎 越細當然會比較擔心 如果說大腸這樣子 或粗或細 但是都有一定的粗度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要擔心了 單一次 還是像剛剛在提的 單一次就不用太過度的 但是如果是漸進式的改變 那你必須小心 這一定是不只是你吃東西影響 一定是結構上有些狀況在 所以才會有這種漸進式的概念 然後如果歷時一兩週都是這樣子 那就還是去看一下 我覺得是兩週以上 甚至到六週 如果說都一直這個樣 那應該要來就醫 應該要就醫的 好 知道 那有的時候跟這個吸度不一樣 比如說有的時候很硬硬乾乾 會大成這樣 一直一顆一顆 那有的時候也會大成這樣 一顆一顆是什麼問題 水分 水分的攝取 水分的攝取很重要 再來就是你所使用的纖維質的長度 跟多少 長度 因為纖維質其實有些纖維是比較粗纖維 有的時候是短纖維的 這個等一下我們營養師 可能都會有機會再跟我們做一些補充 那當我們的水分不夠 我們的纖維質不夠的時候 它的變出來大概就是這種小小意義 所以這個對付這個的方法 就是多喝水 多喝水 所以如果大成這樣 就警訊就是說水喝得不夠 這樣子 那如果有的時候這樣子吸吸乾乾 這樣也還算正常吧 當然反過來看 當我們的水分很夠的時候 那當然它出來會比較稀疏 當然另外就是纖維質很多 也可以是這個樣子 拉肚子我通常會看的是頻率 單一次我比較不介意 如果說一天要好幾次 長期復序 那我們可能要比較關心 好幾次要到幾次 嚴格講起來正常的排便是從三天一次 到一天三次 都算正常 接下來我們來綜合整理一下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指標 或是什麼樣的簡單的方法 讓我們能夠觀察 我們自己的腸道是不是健康 請潘老師幫我們綜合整理一下 這裡有關於糞便的 也有關於這個腸胃道 這個放屁的 對 我們腸道是不是健康 並不是只有判斷 是不是有大腸直腸癌 所以我們總是希望說 大家在最前面的時任就能預防 所以你剛剛特別提到是說 如果有持續性的 大便非常的細 持續剛剛我想 魏醫師也講得很清楚 兩到六個禮拜 持續 它不能夠時出時細 時出時細不算 會變化的不算 就是一直都是細便的 那或者是說呢 你是做這個大便 驗血檢查 有發現有便血的話 那個的話我們是認為 可能跟大腸直腸 還是大腸瀉肉比較有關係 那個是立刻就要去請 大腸直腸外科處理的 對 但是平常呢 我們在看腸道 是不是健康的時候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沒有講到 所謂的流血的問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可能更前端 希望知道我們腸道 是不是健康 那我們已經講過 非常多遍就是說呢 當腸道裡面 它本身是好菌多 壞菌少的時候 這時候它好菌 所產生的氣體 跟壞菌所產生的氣體 先天性不一樣 所以因此壞菌多的氣體 是比較臭的 好菌產的氣體 是比較多的 當然跟食物也有關係 不過呢 你如果說是吃 比如說像 硫化物的食物 比如說像蛋白質比較多 脂肪比較多的時候 它也是產生的臭味 是比較多的 可是這個呢 你也不能小看它 真的啊 因為呢 我們的大腸直腸癌的 有一個危險因子 就是脂肪類的食物吃太多 太多 蛋白質的食物吃太多 尤其是動物性蛋白質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的屁呢 剛剛你講特別臭 我們並不敢講說 它是大腸直腸 我們沒這樣講 但是你是不是應該考慮 降低你的這個脂肪的食物 降低動物性蛋白質 然後能夠多吃一點蔬菜水果 那說不定過一陣子 你的屁肺就變輕了 就好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判斷腸道是不是健康的一個觀點 我覺得這個很難 對 而且這個健康不健康 我不是在講大腸直腸癌 我是在 整體的 對 因為你如果說能在前端預防 我覺得那是一個好事 那麼氣體的部分之外呢 我們還有所謂的糞便 那剛剛你花了非常大的時間 在講它的顏色 當然是我們要去判斷 因為顏色的不同 也代表不同的疾病在後頭 對 所以當你看到顏色的變化呢 你必須要去回想 你昨天吃了些什麼東西 對 那或者你連續 經常出現過好幾次的時候呢 我們也建議大家立刻要就醫 嗯 那比如說舉個例子來講 你說今天如果你出現 有血樣的糞便 對不對 那假設說 這個糞便有血樣 基本上民眾是會緊張的 對 但是我們其實比較擔心的是 看不到血的那個 有的那個血便 叫淺藏性的血便 那那個只能透過驗大便來做 但是你如果看到血呢 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底層 對 但是其實不一定 不一定 其實也不一定 這個如果說假設有這種情況 最好還是找專科醫師看一下 對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並沒有規定說 在痣瘡的上面不能夠有癌細胞 對啊 它可以是兩個混在一起的 但是我建議是大家雖然一天三次到三天一次都對 可是那個是醫學上的一個判斷比較寬鬆一點 我們還是希望大家如果能每天去排便 每一天 是會更好 對對對 我們期望大家 那你怎麼可能每天都排便呢 就是你的蔬菜水果吃得多 纖維吃得多 它量大 它量大呢 你就會想要去上 對 那如果你精緻食物吃得多 比如說都吃那種所謂加工食品什麼的 量就小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呢 排便量 或是希望說這個量能夠到達一天一次 我們是比較建議的 還有規定要大多少功課 那我怎麼知道 三大功課 這個東西是確實有講過就是說呢 便秘的定義 便秘的定義雖然剛剛有講過 一天三次或三天一次都不算便秘 但是布里斯托對於糞便的分類法 這是目前我們國際上分類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說呢 如果你就算每天都有大 對 大出這種便 都叫便秘 真的喔 小羊屎這種 羊屎 可以喝或者很乾乾 香腸狀 所以簡單說便秘的定義是從兩個地方來 一個是從次數來 一個是從形狀來 接下來我們再來問同學一個問題 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說前面 有100兆個細菌 好菌加壞菌在我們的大腸裡面 那我們來問同學 那如果我們補充益生菌 真的有益於腸道的保健嗎 是不是真的要補充益生菌會比較好呢 一個同學都對 一個同學都不一定 那究竟益生菌的問題我們要怎麼樣處理呢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吃一些益生菌呢 包括乳酸菌 優格等等 是這樣子嗎 廣告回來就告訴你 歡迎回到我們期健康同學會 關於益生菌的問題 我們也常常被人家問說 到底益生菌到底要不要補充 其實自己也搞不清楚 太多琳瑯滿目了 對 沒錯 不但種類多 而且有的擺冰箱也都不擺冰箱 對啊 錠狀粉狀啊 對 有的是生的 有的是死的 有的時候真的蠻困難的 但是總體來講 是不是補充益生菌 有益於我們的腸道保健呢 好 這個是不一定的 醫藥記者說不一定 社會記者說對 對 安德哥你講對了 甚至是記者的不同 真的嗎 醫藥記者他的想法比較多 我們社會記者呢 就是意義嘛 就是好 好就好嘛 好朋友多交幾個啊 對我們跑新聞有幫助啊 所以你認為有 警察那多認識一點 相反認識一點 那邊好朋友多認識一點 你酒又多喝一點啊 不行 不行 我們的消息來源就會越來越多 你看益生菌 那對於我們腸道 如果多交一點好的 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醫藥記者 有大理喔 我打圈是因為潘老師演講題目 常常益生菌有遇上到菌 會影響你的喜怒哀樂 還會影響你的喜怒哀樂 對 但是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我們都會多想 就是說 當然如果你補充到好菌 當然是有幫助的 但問題是來了 就是說 我一直在想 第一 你真的有吃益生菌 但是進去是不是真的有到 或者吃對的是不是適合你的菌 可是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沒有 因為你知道 之前有一個某社會記者 真的 某社會記者 他甚至吃得多麼講究你知道嗎 他吃的益生菌還要量身訂製呢 就是先去看他的那個 我真的講的是誰了 是 是 是 所以我就在想 是不是所有益生菌 都真的對腸道 還是每一支益生菌 其實還有不同的功效 不一定都是整腸的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從早喝到 大的一些乳酸飲料 他也很多都宣稱 裡面有益生菌多少多少 所以他有不同的機能 對 可能也未必對於我們人提好 搞不好我們喝下去很多糖 好 來 三位專家幫我們舉一下 原則上補充益生菌 是不是有益於有助於腸道保健 全部都圈了 沒想太多 沒有像素卿想那麼多 你看 答案有可能 有可能 是不是要有全球殺殺起來 感覺上就像你寫的 好 來 魏醫師來告訴我們 這個腸道益生菌 就是益生菌 是不是真的有益於腸道保健 素卿所擔心的就是說 你看因人而異 每個人這個品種不一樣 對 那我們吃進去的 還真的不一定通得過 那個強力的胃酸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有時候 有一些白吃呢 益生菌吃基本上都是好的 所以我非常同意朋友要多交 好朋友要多交 快回來不要交 交好朋友 所以吃是有幫助的 那剛剛安德也提到一個 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吃進去的到底有沒有活下來 另外一個觀念是 吃菌不如養菌 養 養 也就是你要給它一個好的環境 這個蔬果 纖維質本身 是這些益生菌 它生活下來所需要的一些能量 所以我們吃蔬果是對他們也好 對他們好 所以你除了補充益生菌之外 你應該給它提供一個好的環境 給它 讓它能夠好好的生長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吃紅肉 肉太多 蛋白質 脂肪太多 那樣就是不好 那個就是 對它也不好 對它不好 因為基本上它那個環境就變差了 環境變差的時候 它到那個地方 就它長不起來 那沒有用 再來就是益生菌越多種越好 越多種 所以換來換去的 不一定要非某一個廠牌 了解 不同廠牌換來換去 反而好 反而好 因為慢慢久了之後 你過度的某一個族群太多的時候 它影響到其他族群 對 反而不好 也就是在我們肚子裡面 最好五族共和 聯合國 聯合國 對 聯合國是最好的 好 來 我們來看這個圖 也蠻有趣的 腸道當中 天使跟魔鬼的戰爭 其實不斷發生在我們肚子裡面 你想一百兆的細菌嗎 好的壞的常常打架 好菌的話 你看有乳酸菌 比非德式菌等等 當然AB菌等等 好多好多 對不對 對 來 進來還有叫做四肌菌的 槍頭草 這邊還有叫做壞菌的 壞菌的有什麼呢 夾膜梭菌 沙門式菌 綠濃杆菌 金黃色葡萄菌 有沒有 這些菌是壞的 這些都是壞的 也活著 那四肌菌有大腸菌 腸球菌 連鎖球菌 為什麼有四肌菌是什麼意思 它就是牆頭草 就像剛才 牆頭草 它就牆頭草 它這邊多它就靠過去 那邊多它就靠過來 這個腸道菌的這個發生 就是說我們小時候 其實出生媽媽傳給我們的 好菌是蠻多的 對 但隨著時間的演進 就不一樣了 殘器的這個夾膜菌 它就越來越多了 這個是壞的 壞菌 壞的就真的是越來越多 所以你看到說像 像比肺德士菌 它就會慢慢少下來 所以為什麼也看到說 罹患腸癌的病患 通常會年紀比較長的比較多 因為是年齡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平常多吃益生菌 然後多種類一點 多種類 多種類一點 可能也是比較好的 好 那在接下來 我們再來幫大家提供一下 如果我們要讓我們的腸味道 腸味道好的話 當然是多吃這個蔬菜 是 像剛剛醫生講的 給它好環境 對 給它好環境 那我們這邊提供大家四個掃法 四個掃法 幫我們把腸道清乾淨 我們請宜方老師來告訴我們 基本上這些是吃的東西 比如說十字花科蔬菜 是不是一把掃法 洋蔥 生薑跟大豆 這些都是對我們腸道 均好 腸道好嗎 對 尤其十字花科 它真的是研究是告訴我們 它可以預防大腸癌 當然是因為它裡面 因為易流氫酸鹽 它其實作用激轉非常複雜 它真的能夠減少 癌細胞的產生 所以平常要多吃 十字花科一些蔬果 包括像高麗菜就很好 雖然它腥微脂含量不是很多 可是呢 它裡面另外還有一個福安酸 其實對我們的體 還是有幫助 那洋蔥的話呢 它裡面最主要 它的抗氧化物質 是生物類黃酮 尤其一個叫蟹皮素 他們發覺這個蟹皮素 真的是能夠減少所謂的席肉 尤其擔心席肉問題的話 真的要是洋蔥 像紫色洋蔥就很好 它可以減少大腸癌的病變 然後習肉 剛才我稍微 那個魏醫師有講過 其實習肉跟年紀沒有關係 有些年輕女生愛吃肉 愛吃素食的話 它其實它整個大腸裡面都是習肉 那通常這些 跟年紀沒關係 跟沒關係 跟飲食 年輕妹妹其實再怎麼漂亮 搞不好腸子都一堆習肉 但是這些妹妹 你跟他講 你不要吃肉 你改吃 少吃肉 少吃油炸的東西 很可能第二年來做的時候 它習肉有些會少得很多 真的變得很光滑 所以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 那另外薑的話 薑的研究是認為它裡面有薑辣素 薑辣素是個抗發炎的 而且的確是動物實驗當中 他認為是說能夠加速癌細胞死亡 可以減少腸道發炎的反應 那通常薑我們要吃新鮮的薑 效果比較佳 新鮮的薑 就生的 對 譬如說蛤蟆湯裡面放的薑 我們炒菜放的薑就OK了 那大豆的話呢 它最主要是說 對 黃豆的話 因為它是植物性蛋白質 通常動物性蛋白質還是真的對 大腸比較不好 尤其是紅肉 潘老師你對於益生菌 以及我們所列出來的這四個好掃把 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呢 我想剛剛魏主任特別提到有關養好菌 這是確定的 對 因為我們人類的大腸也很有趣 就是說呢 你從出生的以後所產生的這些 再叫做原住民菌 我常喜歡用這個名稱 這個原住民菌很奇怪 就是它早先在你腸道定居之後呢 這個比例很難改變 真的啊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以我個人經驗也是一樣 就是說呢 我雖然補充益生菌 但是它補充的期間呢 它的糞便形狀什麼情況都會比較好 但是你如果停掉之後呢 它馬上又回到原來的所謂的 原住民菌的比例去 對 所以人似乎有一個就是說 誰先截足先登 誰就會造成那個比例 一輩子就幾乎是這個樣子 那就是媽媽傳給我們的最重要 對 所以我才講過非常多遍 就是說呢 其實小孩子在出生的時候呢 它的那個很多的環節都非常重要 我們講過幾遍了 就第一個就是說呢 自然產跟剖腹產差很多 真的 對 因為剖腹產 我們所拿到的菌呢 都是那個護士阿姨 跟醫生伯伯手上的菌 對 那如果說你是自然產的話呢 我們會拿到媽媽產道上面比較多 因為媽媽產道如果沒有所謂的發炎反應 一般都是健康的產道 健康的 它會拿到比較多的藝 那就通過的那一剎那這麼快喔 它會拿到 對 會拿到 就像你抓那個小孩起來的 就已經拿到了 對啦 對不對 那另外呢 就是第二個就是說呢 母奶 母奶裡面的那個益生菌的菌種 就非常的有用 對 所以如果說你是吃媽媽的母奶 你可以得到大量的益生菌的菌種 可是如果你吃配方奶沒有 沒有 一點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 然後接下去就是 你從青少年時期 從兒童時期 你是不是吃了非常多 剛剛魏主任所提到的蔬菜跟水果 因為我們原來給了你那麼多的好菌 結果你不養它 就像說 我們找了安德這麼好的人 給他丟到深山上去養 你不是死掉嗎 不會啊 因為他水有 水有 他當兵第一天就可以變 不是 因為他一肚子壞水 所以就要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給他一個環境養 所以從這邊你就可以感受到 就這個小孩子 這一輩子的身體好或不好 從出生到餵母奶 到兒童時期的飲食 都非常重要 所以才有很多人問我說 其實我們真正更要做的是 要落實這個所謂的家庭 跟兒童的飲食正確的觀念 其實會比 因為等到我們長大之後 其實我們的菌種定型是非常嚴重的 不過這時候 如果你做還是不無小補 比如說你能夠吃蔬菜水果 能夠讓腸道的這些比例好一點 對 也是有幫助 沒錯 也是有幫助 那另外除了這個大腸癌以外 其實我們的腸胃道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病 那個可能比大腸癌的人還要多 叫做大腸肌躁症 肌躁症 對 感覺好像很隨時要去上廁所 有一位仁兄坐在那裡 一肚子壞 好水 好水 要把水排掉的 但他好水流不住沒有用 對 一直像流水一樣也不行 所以他的這個原住民可能沒那麼好 這個叫做大腸肌躁症 來問同學一個問題 大腸肌躁症像潘老師這樣子的 是不是等於拉肚子呢 大腸肌躁症就是拉肚子呢 都說不是 可是潘老師真的蠻常上廁所的 不是 為什麼 他有兩個不是 一個不是是 大腸肌躁症的表現不一定是拉肚子 有些是便秘型的 有些是混合型的 還有便秘型的 第二款是拉肚子 也不等於大腸肌躁症 因為你可能有別的原因 所以他兩種不一樣 換句話說拉肚子 可能包含很多東西 有痣 我也是另外一種 我有痣 我也有 你也大腸肌躁症 但是我是另外一種 我在馬桶上可以坐40分鐘 一個小時 因為你是壞水 我是壞水 我跟安德哥是同一陣線的 所以他留下來 了解 所以這個兩個大腸肌躁症 都不一樣 那究竟大腸肌躁症 大腸肌躁症 等不等於拉肚子呢 大腸肌躁症 又應該怎麼辦比較好呢 怎麼樣讓他的腸胃道 也能夠逐漸恢復健康呢 廣告後來就告訴你 歡迎回到 五七健康同學會 同學都回答了 大腸肌躁症等於拉肚子 那麼一個是 兩個都是叉叉對不對 都說不是的 來 三位專家幫我們舉一下牌 大腸肌躁症就是拉肚子嗎 也都不是 潘老師說不一定 我們請魏醫師 張科醫師來告訴我們 好 大腸肌躁症 這裡有便秘型 也有腹瀉型 也有交替型 換句話說 這可能都是大腸肌躁症 是 大腸肌躁症其實是症狀 它是一個症狀的統稱 所以其實我們在 我們臨床上 在下這個診斷之前 一定要先確定 沒有其他的問題 排除其他的 因為產生便秘 或者腹瀉 或者是交替的這些問題 很多原因 很多原因 所以通常是先把 器官上有的問題 都排除掉之後 這個是一個功能上的一個疾病 疾病 它是要怎麼辦呢 我們在臨床上執行上 都是看到說 什麼症狀 怎麼處理 例如說便秘就有便秘的方法 腹瀉就有止腹 那像孫子哥這樣便秘的話 我應該是情緒上的 我覺得你會不會是 水分不夠 太忙 那那個喝太多酒是不是 喝太多酒 那不是我 喝太多酒基本上 怕的是跟我們今天的主角有關 因為我們有研究看到說 喝酒多的 離這個病的機會也高 那如果像潘老師這樣 他是屬於腹瀉型 潘老師是腹瀉型 對 因為潘老師形成太緊了 所以那個是壓力型所造成的 所以如果我們把工作弄得很忙碌 生活壓力很大 也很可能會無邪 而且這邊提到男性居多 是 男性居多 真的男性居多 女生其實在臨床上真的看到 女性居多是用便秘性 但如果那種一下拉 一下又不拉 交替型怎麼辦 那個也是我們在治療上 最痛苦的東西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 該如何去幫忙她 那怎麼辦 但是其實很多的因素 因為它是一個功能上的問題 所以情緒的管理很重要 那當然減少了一些刺激的問題 對 其實後來發覺 因為有這個綠茶之後 經常會有腸造症出來 為什麼 裡面有菊糖 所以萬一你覺得你自己腸造症 你是喝飲料的話 你就把它的飲料停掉就好了 這樣子喔 所以有可能是外面的飲料造成的 因為裡面菊糖的關係 菊糖是不是 所以可能不是肌造症 而是因為 市面上有些讓你能夠 排便很順暢的飲料 少喝一點點 搞不好你就沒有腸造症